火团乡有证义故乡的好名声 但是见证过去证义涉飞风历史的八卦油 所以因为年久失修随时有证义的飞险 虽然目前已经定纪为众话馆历史建立 但是也因为缺乏精力 要来让人乱丹飞去门 让人非常疼心 火团乡叫陶川的八卦油 是火团乡前唯一的八卦油 见证了火团乡的证义文化 虽然北瓜油被登陆为历史建立 但是那是没有人管理 生缓十草 一直到过年前这种十草清涂 但是在由来 所逢对面各种火器物 不然有桌子 椅子 连碰层都有 而且对现场看起来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 要来现场看 只知道这种东西 把火锅放这么多在这里 当然我早上有在当中火团 香港所有的青隔队队队上 我也跟他通知 当面告诉他 希望他快来把这个地方整理好 我们北瓜油市 我们的文化祝散 我们大家好好来保留 我们尽量都会去尤其这边 看必要有什么发展 还是有什么好的 让我们的火团 可以录来这个文化 让大家知道 希望我们有这个乡亲 不要把你的本属拿到这里 以便破坏我们这个环境的组练 叫头串的北瓜油 因为整个乡亲 是一个当中的北瓜造型 所以熟清北瓜油 是一种传统的德国石 霍夫曼窑 当地基民是希望政府团队 要好好保存这个传统文化 北瓜油是说的 我们是一个古籍 因为这个算是很久了 他以前我们叫头 传统的就是 他这个北瓜油 北瓜油现在 都来在乡山 在乡串 现在就说的 现在算是比较猛烈 现在北瓜油都 乡乡乡乡乡 早期当地社区的民众 都是靠到增业乡乡 来维持生活 虽然增业乡乡 已经渐渐退市 但是北瓜油 也是当地基民 共同的活力 希望可以好好保存下去 新中华新闻 北明林 会堂 蔡宏 布德 好 好 好